有的声明我们也检讨看看 我们的党是不是像人家所说的那样 是不是有很多改革的路要走 这是我们自己要自己反省的 我们还希望能够再沟通一点 还要再沟通吗 可是他都要退还党胜跟荣誉 总是尽最后努力 要怎么沟通 总是要有线索去沟通 可是那你找到他了吗 他愿意跟你联络 愿意跟你对话了吗 我这些我不能多讲 我不能多讲 因为面对这种状况 总是以沟为贵 可是 但是如果确定 那当然就是 勇于面对 人生本来就这样子了 有打开跟他整合吗 因为刚刚吴主席说要整合到最后一刻 那当然了 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放弃 任何的人都是这样 他有什么办法 看应更多的诚意吧 然后大家既然目标一致 心愿是相同的 那么所以 总是在这样一个最后的目标的 要达成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合作 我觉得小以大意 你觉得很有希望吗 你不到最后一刻 你怎么知道 很多事情都最后峰回路转的 但是我们要释出最大的诚意 这是非常重要的 总是自己这个 有共同理念的 可是现在看起来 股民党已经开始对郭台铭炮轰了 你觉得这是诚意的一步 其实我是不以为然 哪怕人家这个 带着一个气 发表了一篇声明 有的声明我们也检讨看看 我们的党 是不是像人家所说的那样 是不是有很多改革的路要走 这是我们自己要 要自己反省的 那么其他的我觉得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也许心中有气 讲这话不是很好听 但是就不要太在意吧 所以我们也不必去回忆 这种不太好听的话 总而言之 我一再强调 不到最后关头 我们还是要继续去等 或去挽回